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这节欢迎预争点新闻 我是林荣 新闻一开始 先来关心中台海鸥没有直接侵袭台湾 不过外围环流 让台北是吹起了七级强风 板操捷运的施工围篱被大风吹倒 三名路过的机车骑士反应不及 被倒塌的围篱压倒受到轻伤 土城一处工程一架也垮了压到弃机车 连隔壁栋住户的窗户也遭殃 至于南投也有机车骑士被选举砍板压伤 好 七级强风造成多起意外 新闻市永河也遭殃 在清晨七点多 突然传出了一栋大楼外墙的阴架倒塌 大量的铁制零件从听而降 砸化了停在路边的货车 不及的民众被突起来的声响给吓了一跳 幸好上前查看后 车里面没人 无人伤亡 我们将尽头来到对岸 四川 重庆 陕西 近日是下起暴雨 雨量创下了18年来的新高 多处面临严重的水患 我们监视器拍到了大雨引发的土石流来袭 短短三分钟 医院就被土石流给冲毁 相当惊险 关于大头条 我们来看到台北市信义区夜店杀警案 主席曾薇豪和他的女友 已经在深夜主动盗案 不过两人都拒绝夜间征讯 所以一大早警方就开始问笔路来厘清案情 另外两人的律师也到场为主贤喊冤 表示当天只是单纯去消费 一旁跟着的小弟也没带武器 但是警方靠着证据要戳破他们的谎言 也持续的在比对监视器画面 无论是教唆的打人的 通通要逮捕道案 不容公权力受到挑战 好主贤曾薇豪和他的女友 总共15名共犯 以杀人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 不过警方到底是怎么查出 两名主贤情侣的呢 就是因为他们前一天 沉到同间的夜店闹事 隔天再来早就被安管给认出 再加上当时还有另一名 装性援警陪戴薛性侦察佐德旁边 如今目击者的指认 还有监视器画面还原 让他们无从角赖 只是他们始终否认教唆 只坦诚这50人 是他们透过朋友找去的 为的也只是喝酒谈事情 涉嫌打死薛性援警的 竹联邦和堂 是竹联邦创邦八大堂口之一 素语凶悍著称 那主要的活动范围 是在大安及中山的夜店及酒店 这里业者也透露 老一辈的兄弟很尊重警察 但是现代混酒店夜店的新生 带黑棒不吃这套 根本就是麻烦制造者 轻则地盘被扫荡 重则堂口被消灭 同行的认为应该只是想要给个教训 却不小心的误杀警察 指人于死 持续关心信义分局侦察队的薛性侦察佐 被人围殴致死 家属来到了太平监政师 监察官也来商验遗体 怀疑死因不单纯 因为这位薛性侦察佐争议不少 曾被爆料他私下收小弟 还介入夜店租分 被批评就像是酒店为事 而他自己也在脸书上po文 透露说被刁难 还疑似对黑道大哥呛杀 那会不会就是这样子被盯上寻仇 也成了警方追查的重点 火星聚焦我们来关系 强灌搜水油事件 下午食药署公布最新的机查结果 出包的产品从183项增加到187项 那其中包含大家耳熟能详的 老品牌郭元毅和一枝香都中标 另外各界关注的还有顶星集团 旗下的正义公司 从100年到103年进口46匹牛油 上头贴有食药署查验合格证明 不过高雄和平洞卫生局 对此都抱持的存疑态度 而且和国内法规不符 要求食药署对外讲清楚 这进口牛油精炼后呢 到底能不能食用 知名高饼业者郭元毅食品 主动通报桃园县卫生局 他们在6月17号和7月21号 向原料供应商明珍食品购买的 卤肉豆沙馅 疑似使用到了方福香猪油 一共购买810公斤 分别制成12和16两的香菇卤肉大饼 总共2349盒全都是以订单的方式承接 并没有零售 那业者承诺会在22号之前 全额退款给消费者 新北市卫生局追查搜血油产品流向 一度公布 阿基斯担任行政主厨的福荣饭店 也曾用到上游明珍的问题馅料 不过就在这个消息公布不到两小时内 新北市卫生局立刻更正说是内容物质 福荣饭店不在问题名单中 面对卫生局百屋龙 日前才刚刚为代言产品出包 而当众下跪的阿基斯 再度召开记者会 说他的心情很矛盾 这次焦点带您关心 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 传出身体不湿的消息 上午他出席国民党中平会时 不但没有上台致辞 甚至还提早离席 一度传出是心肌梗塞 紧急到中心诊所就医 不过随即透过了幕僚澄清 是例行的血液检查后感觉不舒服 所以到诊所做检查 并没有大碍 请外界放心 而另一位国民党荣誉主席 连站首度帮儿子连胜文站台 大赞连胜文毕业之后 都是靠自己打拼 不曾靠过家里 上午连胜文跑行程时 也强调从第一天工作开始 到结婚为止 都是在国外工作 要依靠家里的几率 时代不高 另外来看到 罗鼠磊的每日一报 明显感受到柯文哲的情绪 真的受到影响 出现了气氛哽咽 甚至回应记者提问 出现了神经病降的答案 其实观察柯文哲反应 当他的清白遭到质疑 他就无法的冷静面对 去年他一度因为国科会账目不清 遭到约谈 也曾经在镜头前哽咽落泪 但您看到 预计在105年完工的 新北环壮县 今天首度发表捷运列车 不但找来意大利籍的设计师设计 打造出流线型的列车外形 还规划连通式设计的车厢 而且每节车厢的造价 就高达3亿多元 而新北市政府 更打造变形金刚的 环壮线捷运列车 来站台 超级吸睛 广告号要带您观 星球老虎发挥 全台热轰轰 气温动不动就超过36度 而业者脑筋也动得快 把湿纸巾放入了冰箱 意外增加五成销售料 环壮事件应该是许多人的梦想 由一位住在彰化的钥匙 选择不花大钱 只花台币85万 用一年走遍26个国家 请休息一下更多的新闻内容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来看到真的是命运多船 鸭霸霍夫曼来台展出的作品 都很坎坷 才风光闭幕的桃源地景艺术节 为了中秋节特地打造的作品玉兔 11天吸引了246万人次参观 但是就在今天上午 施工人员要将月兔拆解 搬离海军基地的草皮时 疑似因为施工不慎 兔子起火燃烧 原本雪白的兔子变成焦黑的火烧兔 受到海欧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花莲昨晚云层产生雷雨 包出现了打雷闪电 但是神奇的是 有民众目击 这闪电不同以往 由上而下落在地表 而是在空中横向发展相当的罕见 但有人看到觉得清新 但也有人怀疑天有异象 不过花莲气象局主任陈舍兰表示 这属正常现象 使云层对云层之间互相放电 秋老虎发威 天气好热 9月份气温30度以上就超过了7天 连带影响姜母压夜者 原本热卖的季节 人潮冷清清 比以往少了一两成 另外有超商动脑筋 把湿纸巾放进了冰箱 销量比以往多上五成 不过受到了偏东风下沉的影响 不止好几个地区 气温打破以往9月份的记录 气象局也表示 9月的高温恐怕还没结束 冬天的商机还得再等等 近日9月天气高温甚至飙到36度 难道只能开空调来降均吗 但你看到匈牙里就有设计师打造出用水包住的小屋 透过水流循环设计真的可以有效的降温 小小的三平空间就跟冷气房一样凉爽 好 持续来关心心意区夜店杀井案 这名杀井的主席曾威豪和他的女友 刘心彤在昨天凌晨时已经落网 在落网前两小时 曾威豪还曾经更新脸书照片 丝毫不把杀人当一回事 那根据了解曾威豪家庭富裕 父亲还是国内家具灯视业重量级知名的商业人士 在国外还有工厂 而曾威豪家中还有许多的超跑名车 也不吝啬炫耀 女人员超好的他呢 在脸书上也曾经看到涌着不同辣妹美女合照的照片 好 远景薛真国前往夜店处理帮派杂店纠纷 不幸的遭到围欧身亡 但是他接获勤资 疑似没有按照正常的程序通报就资深前往 不再因此置身险境 寡不敌众也影响到了抚恤金的认定标准 因公训职有1200万 但是呢 若是在休假期间很可能不被认定为续职 抚恤金也会减少 但对家属来说 事情的真相才是他们最在意的 绝对不能让心目中的好警察白白牺牲 好 爱玩夜店的人都知道 信誉区有各种各样的夜店可以选择 尤其是杀井案现场的制动美式卖场呢 七楼八楼九楼就聚集了四家夜店 其中一家是传闻中李宗睿爱检师的地方 那还有一家更是电影Lucy的取景场地 可以想想这边的夜店竞争有多激烈 很多民众可能都会有环游世界的心愿 虽然之前有业者退出环游世界80天 但是呢 要价575万元相当的新人 但没想到有一位住在彰化的钥匙程威廷 事先购买了廉价航空机票 出国旅游都尽量当沙发客 竟然呢 让他只花了85万元 一年的时间就环游世界 环游世界26个国家 这样的省钱创举呢 连旅行社业者都直呼不可思议 但您看到有一位华航前空姐 来回全世界飞了8年 那因为太爱吃上海菜了 砸下450万元开上海餐厅 把道地老菜改良 创新的做法 新许多客人上门 就连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 和孙芸芸的妈妈何念慈都是做上宾 也让他年移收只充1800万 过去大陆一向是台商 最爱前往滔金的天堂了 不过根据平面媒体的最新调查 只有25%的上班族 愿意出走到大陆就业 创下5年来的新低 专家分析 对岸薪资不如从前 而且工时长压力大 随着大陆品牌跟人才崛起 台湾经验已经越来越不值钱 当选美皇后是什么滋味呢 一般选美中的家里 都会优雅的戴上后冠 顶多留下兴奋的泪水 但是美国的美丽坚小姐选美中 沾下后冠的纽约小姐 当场是激动大叫 腿软到完全站不起来 皇后带您关心 您知道韩国人来台湾 最爱买什么东西吗 网友列举是三样 韩国人必买清单 第一名不负众望 就是凤梨酥 先休息一下 更多的新闻内容 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来看看这个特别的美食 您敢吃吗 这是墨西哥的一间餐厅 老板说因为阿兹提克人吃虫 那为了向墨西哥古文明致敬 特别推出了 加了昆虫馅料的玉米饼大餐 一起来看看 有哪些特殊的虫虫料理 各位消息来看到 随着3D列印技术越来越进步 美国有业者打造出 全球第一辆可驾驶的3D列印车 只需要短短两天 就能列印组装出来 那这台车上周末在芝加哥首度亮相 成为全场焦点 台湾人出国爱逛日本韩国的药妆店 不过您知道来台湾的韩国人 并买什么商品吗 有网友就列举了13样 韩国人来台必买的商品 第一名不负众望的 就是台湾出名的名产凤梨酥了 不过竟然连台湾本土品牌的牙膏 都接连上榜 让您意想不到 来看我们的报道 欢迎新奇点 韩国流行天团Big Band的失地 男子团典winner 14号到新加坡举办循环演唱会 江南大树赛都来站台 但是没想到团员李盛勋 却意外的跌落舞台 原来是他一边在看团员 HUGA RAP一边的往后退 没有注意到一脚踩空 整个人倒卧在地 全程都被录了下来 好在最后他没有受伤 只是虚定一场 另外来看到王祖贤 单初影坛12年 目前定居加拿大 最近有粉丝发现 王祖贤在13号 现身在台中市参加佛教活动 当天王祖贤穿着简单素雅 戴粗矿眼镜和其他人 坐在台下非常的虔诚 会后还录制佛曲 制成细丁 非常感谢您收看 这节的华语整点新闻 也祝您平安顺心 我是林荣 我们明天再会了